4月22日,第八届南加亚洲食品展在工业市开幕 此次食品展只对餐饮行业从业者开放 参加的业者包括来自台湾、加拿大、日本 以及来自美国宾州、俄亥俄州、华盛顿州等16个州的批发商 同时,展会人邀请多家食材供应商现场展示珍贵食材 提供创意料理新点子 名厨现场示范烹调 提供免费厂商咨询与免费目录 让餐饮食品界的批发零售业者互相交流 进而创造更大的商机 亚洲食品协议会长朱浩元向本台介绍了此次会展的情况 所有来这边参展的人呢 都是经过他们最精心制造的一些新东西 那来这边参观这个展的人呢 大部分呢都是在这个食品界的 他们呢并不是来这边买东西 他们主要来这边 第一是希望能够学到一些新东西 第二他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些新东西 第三他们希望能够跟工厂呢 直接对话交流 让他们的意见能够传达到工厂 由工厂呢也能够知道他们未来以后的走向 能够帮这些餐馆呢 或者这些超市啊 能够制造出一些更新更有创造力的一些东西出来 朱浩元会长同时表示 亚洲食品产举办的主要目的 是改变美国人对亚洲食品的刻板印象 并为从事此行业者创造更多产品 人才利润和工作机会 使亚洲食品在美国能为更多人所接纳 并在美国发扬光大 本台记者Larry工业室报道 好